就刚好七年 今年这个今天有两次的印证 所以我这个两次的受证 都是那个我里受的这个感动 曾经在两次睡梦中 梦到自己将获颁文化工艺类证书 没想到刺绣工艺保存者罗美玉 真的在去年获颁了台东县文化资产 传统工艺登陆证书 也成功入选今年文化部的 台湾工艺之家认证殊荣 刺绣的保存者 穿着一身传统族服上台受奖 这是罗美玉为了这一次盛典 置业赶攻而成 来自台东大罗麦克部落 卢凯族人的他 刺绣作品除了取之生活 更大一部分的创作灵感 跟他的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幅作品 分别花费十年功法才绣完 我绣完了这个两个作品以后 我的心里就很喜乐很满足 我就很平安 这个作品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 衣服是以卢凯族图腾为基底的家族谱 细致地将家人的名字都绣在上头 另一服比人还高的台湾复兴绣作 则是受圣灵感动所编 而一点一滴慢工出细活 也备受各界肯定 我来给大家表示敬意 希望我们中央在这方面的安排 多一点机会让他们被看见 不是今天被看见 而是每一天都被看见 相隔八年台湾工艺之家认证评选 今年再度启动 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自颁奖 给25名工艺师 肯定所有受奖人 也期许工艺师能持续为台湾 注入更丰沛的创作能量 原事新闻 接下来我们许家荣 台北市采访报道